哈喽大家好 我是每天和哥哥一起敲一滴的淘寒茶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通筋 说到这个 肯定很多女性宝宝都深有体会 感觉自己 为什么是一个女人 下辈子死都要当一个男人 那么通筋到底会怎么样呢 首先 浑身发冷 呕吐 惊觉 乏力 给我品红牛 分分钟都想欺负自己 求生不得 求生不得 如果这么说 男性宝宝们还不能理解是怎样的痛的话 那么就把你们的小 你呀你呀你呀 你几个小时 你们就知道是什么感觉了吧 所以 在恋爱中的宝宝们 特别是男性宝宝 一定要那几天呵护你的那位宝宝 说了那么多 女性宝宝 你们知道怎么缓解自己的痛心吗 我在网上找了几款神器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首先是这一块 这是 呃 热贴 里面是这样子的 再撕开 把它温柔的贴在 自己的衣服上 对 千万不要贴在自己的衣服上 不要问我 为什么知道了 应该过两分钟左右 它会自行发热 这样你就会觉得 自己的腹部温温暖暖的 会舒服很多 第二种方法就是烤吃 姜块 香茶 糖 我们都准备好了 现在来试一下吧 不够多 泡好了 这杯是姜块 姜块的味道就是 会更甜更浓郁一点 里边的姜丝的味道 稍微会若隐 这个姜茶还是得趁热喝 出一身汗就没事了 就是那个素葱呢 明显就会比这更甜一点 然后姜味又更足一点 但是它的那个红糖的那种 熬制的那种感觉 会欠缺很多 这一款呢 就是柬埔寨的一个滋补品 这叫松鲤糖 味道和之前的姜茶会完全不一样 之前姜茶会有带姜的辣辣的感觉 而这个就是像糖一样 但是它甜而不腻 有一股清香在里边 非常的特别 如果宝宝们 你们经常尝试的是红糖浆肠的话 偶尔想换换口味 也可以尝试这个松鲤糖 第三种方法 就是平时多做运动 然后不要吃深冷的东西 不要吃辛辣的东西 还要注意保暖 把头保护起来 肚子保护起来 一切能保护的地方 都保护起来 如果这样还不行的话 那么就是第四种方法 去医院吧 去医院吧 有些病还是得开 生病了就得吃药 不要拖着 也不要怕麻烦 虽然去医院很麻烦 但宝宝为了身体 我们还是不要怕这个麻烦了 我觉得世界上 最恐怖的生物 就莫过女人了 他们因为 呸呸呸呸呸 因为他们 每个月都要留一次血 每次留还留一周 这样还跟没事人一样的生物 颤抖吧男人 好了 最后 宝宝们记得在视频下方 评论关注点赞哦 因为这对宝宝真的很大 不然我推给你们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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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